饮料一条街再也不是奇观了 带你来看到台中市枫园建成路上 有百元减法一条街 短短百公尺就有八间能够选择 百元减法的服务虽然是不比现代法郎来讲究时尚 但是呢便宜高效率 也吸引了当地40岁以上的民众钱去快捡 成了当地的奇特景象 在台中火车站附近呢 之前因为有一整排的饮料店 被称作为饮料一条街 而在枫园呢也有一个另类景象 但并不是饮料店 而是一整排的百元快捡理髮店相当奇特 这一座位在台中枫园建成路上 可以望过去不到一百公尺 就有八间百元快捡理髮店 虽然不比现在法郎讲究时尚 但是便宜高效率 吸引当地一票死忠顾客上门 他们生意超好的 加入都要排队 每家都生意很好 快速又很快速 然后又又很便宜 一百块而已 实际走到店内利用剪刀整理 流畅的动作 一颗头短短几分钟就大功告成 但服务上未结束 还能够修眉毛 一条龙的服务保顾客满意 就是因为快很准的技术 吸引当地40岁以上的民众消费 一天上午课完成20颗头 这也让建成路上成了理发竞争的街道 这里真的很竞争 因为你看这一排就大概有8间店了 然后加勒服务里面也有一间 简单的修美啊 这些 这个是百元的服务内 对那这里主要都还是固定客比较多 万物起掌的世代 快捡理发厅 却只要百元 经济又实惠 不仅展现当地减发产业的屹立不摇 更为丰原地区注入新看店